你們可能想要買一台摩托車 或是買一個相機或什麼 你們也會到處去神仙嗎 其實我覺得那是一個夢想 因為我覺得男生有男生的夢 我覺得也有夢 我跟你講 我覺得一個人活著 其實他就是在圓他自己的夢 但是我真的覺得 等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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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會過來了 回事 等一下 等一下 我這四個字 等一下 我這四個字 我這四個字 等一下 等一下 我覺得那位靈界的朋友 他的資料有誤 就是我們不是吃泡麵 我們有的時候只吃茶葉蛋 然後茶葉蛋 為什麼沒有節省 就是為了一個夢想 其實我是每個人真的有一個夢想 不是 而且你又可以減肥 很樂而言 對 你省下那個錢 你可以去做一個好開心的事情 不要想好開心 是可以讓女人變得更美麗 早點 以後常來好不好 會讓妳慢慢聊 多了解一點 對 我要多了解一下 OK 我們來看看第二個線索 其實我有一個問題 就是我覺得你們女生就買名牌 就是是不是因為有一句台語 就是 就是耗面子 然後很 就是很愛慕虛榮 會讓我們這種感覺 不會啊 沒有 剛剛剛才講了嘛 就是說看到別人有他就想要嘛 所以你不用再問他們看 主要還是自己開心 我不是耶 我真的不是 我覺得因為就是你知道 沒有爸爸的愛 我看到LV我就覺得 喔 他就是爸爸 對 我就好想要擁有那樣東西 LV就是你爸爸 移情作用 移情作用 那你台子上寫的是什麼 就是穿字 PT嗎 LV 這是誰 什麼意思啊 是我 因為那時候就是還在念高中嘛 然後我朋友 你就每天都會算啊 你每天都會把不滿刀出來 然後算一下自己到底存了多少錢 然後那一天就終於存到了 你自己是在學校 然後就趕快一殺課就衝到自己了 過不了那麼多了 真的 然後當下就衝過去 所以你穿的制服是因為 你覺得他可以幫你打學生獎嗎 就想說看那學生真會不會打 就行了 沒有啦 因為就是你知道 就是你很想要一個東西 所以你迫不及待想要趕快擁有 為什麼跟別人一樣呢 我們每個人都很希望追求自己的 獨特的風味 獨特的感覺 可是你拿一個包包 一個衣服 你穿不下去了啦 這應該又穿不下去了 豪傑追逐的是什麼 對 揚手啊 揚追逐 等一下 抱歉 我想何豪傑 你還是趕快閉嘴好了 要不然真的都會把那些女來賓 給氣跑哦 趕緊來看下一個實習生的問題吧 來 幫我動用到親友 怎麼樣的動用法 誰 就因為很多是限量的 然後你必須要吃超級VIP 你才有可能買得到 那很不巧就我在這邊 要非常謝謝我的乾阿嬤 因為我的乾阿嬤 就是香港的超級VIP 所以我們去香港的LV 就有香檳招待 然後阿嬤生日的時候 他們LV的店員 還會就是大家比唱生日快樂多 所以我們只要要拿一個 他就會幫我們留 經理 什麼是香港代購員 就是我之前 因為我很喜歡ZARA的東西 然後ZARA的東西 其實在台灣是沒有的 對 那時候我們有時候上節目 像Kevin老師或一些老師 就介紹好漂亮的高跟鞋 而且他們都是譬如說 最新流行 他們一定第一個資訊就 馬上就買到 然後那時候我就很怕就是 因為他的東西 你一過一個月 幾個禮拜就賣光光了 很快 對 然後那時候我就一直 就是找朋友或者是上網 一直搜尋 搜尋到香港人 我就一直請他說 你可以幫我買這雙鞋 不認識 然後他就說 好啊 好啊 他幫我去找 他說妳誰啊 沒有 我就說我是送新娘 他就很開心他幫我找 他認識妳 他知道我是誰 真的 對 然後後來他就跑了一家店 我就拍照片給他 因為那時候我有拍 就是節目上的照片 結果他跑了四家店 才找到一雙 好有心喔 然後向麗文他去香港玩 也買不到 其實我覺得這是一個 很棒的商機 因為現在就有很多這樣的代表 幫人家買嘛 對 妳也不用花機票錢 美國啊 譬如說可能那個 美國的品牌 或是買的品牌 而且一次就買四、五雙 他都會拍照 定期拍照 然後給你看現在 就是一個商機 對 而且搞不好買的人 他本身是VIP又可以達成 所以你什麼電子骨 你又在替自己找藉口 他為什麼不跟朋友聊一聊說 現在節能減碳 現在我們冰山是不是融化了 你們電子骨才浪費一個 對 好 趕快拆掉 我們現在下一個宿所 好 下一個 小安 電子骨真的滿吃電的 所以一定要擁有一個 秒殺十萬 就是說 秒殺一個十萬以上的包 這個意思嗎 我知道 女人一生一定要擁有一個包 對 而且我有些朋友 女生啊 她們就說 就花錢 她們覺得一次花很多錢 她們覺得很爽 對 那是那種不同的心理疾病的 就是花錢 你不要害我 不是我 不是我 花錢很爽 沒有 我覺得 因為她比較晚開始 對 我起步比較晚 所以我就要花得比別人多 而且她們常常 就是要小心 什麼姿態 起步比較晚 起步晚其實是比別人多 因為她要追上我們的進度 對 對 趕進度嘛 對 已經我們花了十年的時間了 對 其實有一句名言 大家都聽過 就是女生 一輩子都要擁有一個香奈 你們說對不對 對 太誇張了 老婆愛買名牌 竟是何豪傑婚姻出問題啊 其實說實在 我覺得我們男孩子應該檢討 我有時候聽他們這樣講 我真的覺得男孩子應該檢討 為什麼你知道嗎 因為我們男孩子 在某方面可能或許沒有讓女伴得到滿足 所以她一定要需要 從另外一個地方不到來 那某方面是指哪 他們能不能直接的 對 沒錯 就是說 因為這裡不是每個人都好 可能只有你 可能就是說我們男孩子 看的書不夠多 沒有辦法推薦 更好的一些文學名著給他們 那請問你 我家也有名牌包 持穷 所以沒有 我覺得我們應該要滿足 他們在很多方面的一些需求 那他們當他滿足之後 他們覺得好開心 每天感覺宛如天堂一般 他就不會去買包包了 不會啊 所以你覺得 對啊 等一下 因為包包是每天都用得到的 所以你覺得 我覺得有點怨婦心態 豪傑 我覺得你根本都不懂女人 對 怎麼會這樣想啊 老公 你覺得你這樣心好嗎 對 你就是因為這樣子想 我自己都沒跟你一起出來 就嫌我啊 對啊 為什麼這樣想 怎麼會這樣想 男父親應該 怎麼會這樣想啊 沒有 他果然群喊 那意思是說 他應該講的是類似性生活那一類 就是說 你意思是說 讓老婆在這邊滿足 你都不會去買包包 那他回家就應該買很多包包 沒有 沒有 而且他以前 他以前買很多來的 他以前買很多 後來認識我之後 再也沒有買了 他的 沒有 他現在都偷偷買了 他一樣 我們常看到他被你拿 他現在都偷偷買了 對啊 其實他被你看不懂 他根本不知道什麼是什麼 真的 他被你看不懂 他有一個牛仔的LV 我可以幫你回去探討 沒有 你好 我告訴你 那個丹寧包是我送給他的 你幫他打 你幫他打 你幫他打電子鼓給他打 沒有 因為他那時候 他問我 我那時候拍昂擋戲 然後很辛苦 但是他說 因為昂擋戲 比較集數比較多 你沒加他打電子鼓 他就跟我 他有一天天跟我講說 打電子鼓 家裡為什麼要有舞台電腦 然後我就一一解釋 可是後來他還是沒有辦法接受 後來我才去買丹寧包來補償他 所以 那你為什麼要五台電腦 對啊 為什麼 因為 我有兩台PC 一個有一台PC上網 因為上網會中毒 有些資料很危險 所以一台是上網機 我們真的要聽這個嗎 要聽得去就好啦 我的電腦完全是為了工作 有時候跟自動當作 你們要拍一張照片 真的要站在那邊 我們為什麼要買 我們來聽看 你為什麼要浪費時間 對啊 為什麼 我們今天來了四位女藝人 你們有沒有中愛拿個牌子的 超多的 妳是LV嘛 欣妮呢 我覺得現在有很多品牌 我很喜歡 巴黎世家 還有像那個叫什麼 CROE CROE 手頭包 不過聽說妳有很多 那個Tiffany是不是 Tiffany是 其實首次來講是 年輕的 剛認識的 一定要必備的一些配件 上那時候 我一開始不知道什麼叫Tiffany 還滿慫的 然後那時候有一個男生在追我 然後他那時候先 叫我陪他去買一個禮物送給他的朋友 然後是一個Tiffany的愛心項鍊 然後我就說這樣好漂亮喔 後來有一天我生日的時候 他就也送了一條Tiffany 是交叉的 然後他就跟我說這個是那個 比卡索他女兒設計的 然後我就說 等一下 比卡索的女兒 設計的啊 那又怎麼樣 也很了不起 比卡索的女兒 都是懂 比卡索的女兒也會畫畫嗎 會啊 你不知道 那有跟比卡索一樣厲害嗎 厲害啊 他設計的飾品就大賣啊 沒有 我覺得是Tiffany 你看你的形象 完全畢國勇設計 你不要 我一樣啊 沒有 先練直播了 我沒有 沒有 我覺得那是 我覺得Tiffany是一個情節 對啊